石正丽亲密的合作者 英国动物学家达斯扎克 被柳叶刀调查委员会出名 因为他一再驳回关于病毒 可能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外泄的指控 福西的老板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科林斯也承认 他们资助了武汉实验室 而美国无法控制 美欧日台在科技产业论坛发表联合声明表示 强化供应链联盟 台湾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港府打压导致苹果日报可能被迫停运后 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宣布 把本年度的伊菲尔新门自由奖 颁给伊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表扬他对新门自由的贡献 江泽民派系背景的中共大外宣多维网发表文章 提及董经纬逃离中国 疑似要借此摧毁习近平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我是元成 今天是美东时间6月22号星期二 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法国新闻24网站22号引述消息说 英国动物学家达斯扎克博士 被联合国支持的柳叶刀调查委员会出名 因为他一再驳回关于病毒可能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外泄的指控 柳叶刀网站刊出声明说 达斯扎克博士已经回避了委员会关于调查病毒起源的工作 据多家媒体的消息 达斯扎克曾经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冠状病毒专家石正丽合作 并在去年2月19号 联合20多位科学家在柳叶刀发表文章 斥责冠状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的说法是阴谋论 据法国世界报说 在那篇权威文章的署名中 达斯扎克为了弱化自己跟武汉病毒研究所 所有合作的利益相关方的身份 把自己的名字排在第四位 据马赛新闻网站说 柳叶刀杂志对冠状病毒发出的错误信息 是达斯扎克策划的 他是在幕后主持大部分演示工作的人 他也是白宫疫情顾问福西博士的朋友 并担任生态健康联盟的主席 达斯扎克还获得北京的允许 参加世卫调查团 并在今年三月到武汉进行病毒溯源调查 但同时他又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资助者 合作者和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 因此 有人认为如果病毒是从那个实验室泄露出去的 那么达斯扎克的职业生涯也就结束了 马赛新闻网的报道还说 其实掩盖真相的行为很早就开始了 持续了很多个月 报道还批评柳叶刀杂志 是科学家引导人们走向错误方向的主要喉舌 包括指责蝙蝠汤 并把抢氯奎和一维均素疗法 说成垃圾疗法等等 本月初 华盛顿邮报和BuzzFeed两家媒体 获得美国传染病学专家福西大量的电子邮件 这些邮件显示 在病毒来源的问题上 福西和时政力亲密的合作者达萨克等人 以及世卫组织和中共疾控中心等等 被发现有联手掩盖真实信息 蓄意误导公众的痕迹 而最近 福西的老板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院长科林斯也承认 他们资助了武汉实验室 而美国无法控制 《国家脉动》6月21号报道 科林斯领导下的NIH 2010年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促进和资助中共军方研究的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进行合作 这个基金会不仅是中共的国有科学机构 还跟中共军方进行了广泛合作 2016年 它和中共中央军委科技委员会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年度报告显示 来自中共军方机构的几位研究人员 获得了几百万美元的资助 《国家脉动》找出了超过75项 由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中共军方的研究 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和军方的研究也有关联 在有争议的生态健康联盟资助下的冠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中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在财政上也有参与 最近的信息自由法案请求披露的邮件中 克林斯曾经和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副主任高福 反复通过电子邮件 尽管知道有军事联系 2010年 克林斯还是代表国家卫生研究院 和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签订了联合协议 第二年 16人组成的NIH代表团访问北京 与中共同行会面 这次访问得到了双方的高度认可 从而开始了两个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 随着克林斯和福西 以及他们的组织跟中共的合作 以及他们相关的邮件等事件不断被曝光 目前已经引发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质疑 2021科技产业全球供应链合作论坛 22号在线上举行 欧洲经贸办公室 美国在台协会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台湾经济部发表联合新闻稿表示 疫情和地缘政治不确定 为世界各地的供应链带来了机会和挑战 欧美日台四方代表发表共同声明 表示与理念相同的伙伴 在科技产业供应链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他们认识到 没有任何单一的经济体能自给自足 而确保同盟和伙伴拥有坚韧的供应链 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丽英杰表示 供应链安全是国安的重要因素 从晶圆、半导体、零组件到消费性电子产品制造 台湾是全球资讯产品的关键节点 ICT产业受全世界侵线 疫情凸显台湾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 台湾是可靠的伙伴 也是关键要绝 日本代表星野光明说 日本会跟各国家各区域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 以确保更稳固的供应链 建立长期稳定度 把弱点降到最低 欧洲经贸办事处长高哲夫说 欧盟希望增加半导体产量的占比 尤其是5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 希望能和全球伙伴一起打造更韧性的供应链 美国国务院助理次亲莫瑞表示 美国把半导体、电动车电池、稀土矿物和药品 列为关键战略物资 美国、欧盟、日本和台湾 针对这四大关键物品拥有很多共同性 未来携手强化合作已是必然 加强供应链韧性成为美方的重中之重 在全球经济的挑战下 台湾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产业聚集地 感谢台湾缓解芯片荒 欧盟职委会贸易总署首席经济学家 爱德华·布迪厄提到 欧盟跟美国都重视供应链的韧性 欧盟97%的进口产品来源没有过度集中 但5200项产品中仍有137项依存度过高 依序来自中国、巴西和越南 欧盟正在思考替代供应来源 在香港警方上周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为由 对香港《苹果日报》管理层和记者进行逮捕 冻结资产 导致《苹果日报》可能被迫停运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21号对此表示 对港府利用港版国安法 任意针对独立媒体机构感到震惊 而且港府借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来起诉香港《苹果日报》 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 美国呼吁中港当局停止上述破坏承诺 和限制信息自由的行为 她重申会与港人并肩同行 香港新政长官林郑月娥22号早上回应说 美方的指控全然错误 控告《苹果日报》是基于 触犯国安法的明显证据等等 另外 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21号宣布 会把本年度的伊菲尔新闻自由奖 颁给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表扬她对新闻自由杰出 且历久不衰的奉献 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卡罗尔形容 黎智英是新闻自由的斗士 一直在中共以及在港亲共人士的打压下 争取自由出版 今年的颁奖礼定于11月18号举行 委员会期望黎智英能亲身领奖 不过仍然被关押的黎智英 亲赴美国领奖的机会将是零 自11月起 被拘捕后的黎智英 先后获得美国阿克顿学院 颁发信仰与自由奖 无国界记者颁发的 新闻自由特别贡献奖 以及美国共产主义受害者 纪念基金会的年度最高荣誉 杜鲁门里根自由奖 以表扬她毕生追求自由民主 和反抗中共独裁 6月22号 江泽民派系背景的 中共大外宣多维网发表文章 北京宣传公事遭西眉看低 气氛被指诡异 以隐晦的笔法提及董经纬的近日传闻 疑似要借此摧毁习近平 引发关注 文章写道 象征权力核心的中南海开足马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为了确保安全 北京等地已经开启强力维稳模式 在内部庆祝中共建党百年的当口 中国在国际上面对的形势却越加严峻 紧跟着文章引用法广22号的相关报道 里面写道 相较硬件管制 中南海的一些软件要求颇引人注意 就是中纪委网站19号发布 重温经典砥砺前行 永不叛党不仅仅是一句誓言的文章 借中共早期高层不顺章1931年的叛党事件 警醒中共党政官员永不叛党 多维网还提醒在18号 习近平率中共政治局常委重温入党誓言 同声宣誓 最后一句就是永不叛党 随后多维网用黑体字强调指出 但法广网等海外舆论看来 这透露出气氛极度紧张诡异 甚至还将其所谓的 中国国安高层叛逃美国一事联系起来 尽管中国国安副部长董经纬 在6月18号已经所谓的现身辟谣 把董经纬此事在国际社会当今 造成的巨大影响凸显出来 外界分析 多维网是要在中共党内迅速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董经纬已经逃亡美国 习近平最近连发反常举动 就是因为中共内部出现大事了 有人叛党了 多维网近期不断暗黑习近平 而江泽民派系如何舍得放过 这个足以摧毁习近平权力的最好时机呢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 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